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马来西亚人到台湾当车手 然后被当地警方逮捕 那我们这里说的车手不是参加赛车的车手 而是诈骗集团的取款跑腿 他们也称为车手 那事情是这样的 由一名年龄18岁的青年 10月19号跟朋友到台湾旅行 抵达台湾的头两天 他的母亲还能联系的上他 但是到了第三天就失联了 儿子再也没有回复WhatsApp信息 所以做母亲的曹女士她是心急如焚 那曹女士接着马上就去报警了 后来曹女士接到儿子朋友阿祥的来电 说她儿子在台湾沦为猪仔 而且可能会被贩卖器官 那里一个朋友阿虎则说 儿子因为去当大诈骗集团的车手 在台湾被警方拘留 那听到这样的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 故事还没完 直到10月28号呢 有两名本地男子在凌晨5点上门勒索 要求这个曹女士支付50万令吉的赎金 还恐吓她说 两个星期之后要是你交不出那个赎金呢 那么这两个男子说 他们就会杀死曹女士的儿子 那曹女士就说呢 她是单亲妈妈 她没有能力去凑那么一大笔钱来赎回孩子 加上自己的就是自己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所以呢 她当天早上呢 就再度报警 事后呢 也向政治人物求助 可是她的儿子 刚刚不是说在台湾被拘留吗 那两个男子难道可以闯进拘留所去 杀人不成 这是一个疑点 但是报道当中呢 就没有进一步解释 那另外一个也是被台湾警方逮捕的青年 他的爸爸侯先生就说 他的儿子每个月都会固定在周休的时候回家 直到10月4号 他看到儿子迟迟没有回来 也完全联系不上 那这位父亲感到不对劲 所以就到移民局去查询 才知道原来儿子在9月30号就出境了 但却不懂他去了哪个国家 那侯先生事后又联系了儿子身边的朋友 其中一个人就说 他的儿子因为在台湾当诈骗集团的车手被捕 目前仍在台湾的拘留所 那经过查证 确实也真的是这样的 那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就说呢 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内 已经有71名大马人 因为在台湾当诈骗集团的车手 而被当地的警方逮捕 由于台湾和大马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所以这些被逮捕的嫌犯 他们要是上法庭被判罪名成立 他们只能在台湾当地服刑 而马卿熟理总团长张又全呢 他则提醒各界 台湾虽然不像柬埔寨越南这类高风险地区 但是民众也需要提高警惕 他也劝请民众不要轻易的随便相信身边的熟人 以免掉入诈骗集团的圈套